过就心怀愤恨 并非为臣之道 陛下不是已经明指赤将皇妃 处罚太子了吗 对郡主来说 已算是极大的恩宠了 再多 这里没有外人 有话就直说 臣乃为君之人 这道君中 罪以滋掌事功傲君之人 陛下应该借此事 刻意打压一下才好啊 你皇不是那样的人 你多想了 像当年赤燕君 做大到那般程度 何尝不是因为 没能及早地截至啊 礼部的意思呢 回陛下 年终为继 乃国之重点 老臣以为 应赴离岳娘娘贵妃之位 一权太子殿下之遗成 徐安 锦门带赵 是 殿下 把出去 殿下 暴怒伤身 还请殿下 保重身体 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新春将近 我已拟好了 敬献父皇母后的年礼礼担 想请殿下看看 还有什么不妥的 你最了解母后的喜好 怕年年都满意 今年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是 府里的丫头调教不好 是我的疏忽 还请殿下不要生气 也不是压他们的事 父皇今日下旨 赴离了岳氏贵妃之位 那 那母后娘娘她 母后想必更是恼怒 她素来喜欢你 每时多进进宫 必本王好好劝慰一下母后 是 虽然那个姓约的女人没得手 但是盛免得也太快了吧 这才降了几天 就给她生回来了 难道咱们在南京辛苦厮杀 到了京城就这般让人欺辱 陛下这事的确做得不妥 出事的时候我不在 回来听着都觉得心寒 太子当场就免罪了 现在连岳飞都全身而退 宫的尔子何在 就是 你们真的以为我不能吗 我只不过是看透了 这一向南京安宁 此事不立军威 更待何时 姐 要不然这样 我去找一下那个苏先生 他鬼点子最多了 让他想个主意 给你出出气 吃完了 吃完了 哼 你怎么还这么清闲啊 你要怎么样啊 岳氏复位的消息你不知道啊 已经明发照旨了 我刚从沐王府回来 沐小王爷那时气得他 快把他那个南木椅子 给咬出牙刃来了 很好咬的 你 吃一个 你别闹了 小叔 你对岳氏复位这个消息 一点不感到意外吗 有什么意外